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吃马卡龙呢 有着绵密口感以及艳丽外观的法国甜点马卡龙 在台湾是非常受欢迎的 但是动辄一个就要百元起跳 也让很多人是望之却步 不过你知道吗 在台湾也有这种台式的马卡龙 但强调的是原汁原味 不添加色素的纯蛋黄口味 这幕后的座手也可以说是目前 全台湾年纪最大 还持续手工作饼的一个老师傅 叫做柯炳章 他从20岁开始就学做了西点 到现在他老人家已经80岁了 还在坚守岗位 每天他都慢工出细活 做出了一个又一个的马卡龙 老师傅的太太就帮忙整队 然后排出这一盘盘 整齐又漂亮的西点盘 近年来因为吹起了文清风 也使得这一间扑植的老饼店 瞬间涌入人潮 让这一对老夫妇又更加忙碌了 最好 要做这个白卡龙 和起司 和鸡 一百公克五十 玻璃柜擦得一尘不染 实来一样的小西点 一盘又一盘整齐并列着 小小饼干们没有华丽的外表 各个朴实的模样 就像是八十岁科阿公的分身 我年轻时才发一尘 不过后 身体都过了 都烧掉了 都在那里做 吃这个丝丝 这两三盘就 这三三来就 又碰到这 各式小饼干 从椰子饼 到开口笑 甜甜圈 再到卖得最好的台版 迷你马卡龙 全都是阿公 每天一个个 慢工出细活做出来的 我做几楼 要五十多冬 我七十九个 我二十几个出来做 变成 二十七个出来做 想要压一下就想 要打算 还是想打算 没人接下来 反而没有 一点一点挤出蛋黄线 动作不仅快 而且分量都一样 点尘线又成面 做成一盘又一盘 数十年来如一日 这个盖起来 煎起来 这个熟水会比较乱 十四岁就在台南知名的 老饼铺万川浩当学徒 后来流浪到台北 又学做西点 也才接触到马卡龙 做鱼饼的时代 那一盘就有了 那一盘就 有了 因为你本来是 有了 然后小泡沫 老饼又有了 但是不过来吃 他们现在外国 团来说这个是马卡龙 但是他们做的 他有一个爪牡 他怎么说爪牡 他做的 你看每个人变大 他那一个牡都鸣 穿下去 就跟那个牡都鸣鸣 都熟熟 原来台式的马卡龙 最早长得就很迷你 面宽如五十块铜板 也就因为小 烤的时间要掌握得更精准 没刻度 没时间 开关一提 火力就全开 因此练就 变色控温好本事 经过十分钟 淡黄般色泽的马卡龙出炉 你看这个小 这一盘一盘 人家一个就可以卖三四十块 你也羡慕我 它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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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好吃还是 味道好吃 这不必怎么说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但是他们吃 他们的感觉比较甜的 都骨酱 生的很甜 一粒粒马卡龙 仿佛像位素颜姑娘 阿公说 做吃的是良心事业 所以不加色素 而是要追求内涵 因此做出的都是淡黄原色 是 材料给人家不一样的 这样子 这放着多久比较好吃 较香 较乱 较香 这起来45分钟 时间不到 不好吃 淡黄香充斥在老屋里 阿公边做 阿嬷也没闲着 帮着把奶油夹进淡黄饼里 分工合作 磨出 磨起来 它做冰锯 它做冰锯 那你比较不易 对 我比较不易 如果您女女女女女女士 我比较不易 我有比较不易 我比较不易 所以做冰锯 要比较 要比较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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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比较小孩 去比较小孩 你比较小孩 做完可以够出得好久 吃烧酒 和朋友 导演吃烧酒 我就要再够固 尽管阿嬷心里总有些不平衡 但两人缘分 就像是这两块 天生就要合起来的甜蜜滋味 两块还是一两块 一两块 我不知道两块 这都是两块 两老感情深厚 每天阿公做饼一抬头 就可以看到阿嬷 招呼客人的身影 只是卖饼超过一甲子 受到西式饼盒冲击 生意总是起起伏伏 说过那时比较不好做什么 那时比较欠 没有在吃这些 我慢慢看 慢慢地买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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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 不然没有 有时候有点不让你做 可能我去做 走死 但是原本我们在顺着高职 顺着老店的东西 一常都发起来 就 随着时空环境转变 老宅文青成了潮话题 老宅的内容物 还成了精品爆红 高挂的老招牌 老到记录着 台南的电话号码 還只有無罵 都不錯吧 如果退休招牌怎麼辦 退休再發生 退休再發生 不太好 那塊肚子你這樣乾杯 沒有煮就乾杯 說著玩笑話 心裡可是驕傲得很 現在每到星期五六日 顧客們就緊貼著玻璃 十幾樣的小稀餅 一下子就被搶光光 而層面阿嬤最得意的就是 能夠把每個不規則的餅 排列得整整齊齊 就像是它每天的裝扮一樣 有客人路過 就因為看到這整齊的餅乾 一買就是好幾百塊 一輩子就只沉浸在燈箱裡 香氣記錄著一路走來的堅持 阿公不去憂心未來誰接棒 因為至少現在 他和彈酒都做得很開心 還沒這不端